如果能够掌控时间 你会选择做什么 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的迈克 因为嫌弃自己升职太慢 直接就将时间提前到 自己升职加薪的那天 从此不再为钱而烦恼 就在一天前 迈克还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员工 因为家里遥控器太多 每次导致他都找不到需要的 他决定去商场购买一款万能遥控器 不过中途他看到了一张巨大舒适的床 于是就想着上去休息一回 迈克随意地翻了个身 就看到一个售卖万能家具的商店 商店老板莫迪得知迈克的来意后 当即就决定赠送给他一只 无所不能的遥控器 并耐心解释道 遥控器可以帮他实现 自己一切渴望的愿望 不过唯一的缺陷就是 遥控器已经使用 盖部退款 迈克拿着遥控器不以为意 刚回到家打开电视 妻子就跑过来唠叨的不停 烦不胜烦的迈克当即就将电视暂停 随后与妻子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不过他并没发现 与电视一同暂停住的妻子 经过一通发泄之后 迈克便回到房工作 但又因为狗子的吵闹声 让他始终静不下心来 迈克下意识想用遥控器减小音量 却突然想到这并不是电视 但没想到的是 狗子的叫声精真的变小了起来 这可把迈克震惊坏了 立马又尝试了几遍 发现不仅能够控制音量 还能够控制时间 第二天连忙找到老板莫迪 按照老板的说法 迈克拿着遥控器开始尝试起来 休得一下 自己出生时的场景 再按一次 又回到了上次一家人聚餐的时间 老板再次解释道 遥控器可以穿梭到任意一个时间点 有了它 你就掌控了时间 男人迈克一次偶然 得到了一个神奇的遥控器 从此时间便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不仅帮助儿子欺负邻居家的孩子 甚至为了不浪费时间 直接跳过了家人辛苦准备的聚餐 而且还通过这个能力 成功为公司拿下外国客户 上次也答应为迈克升职加薪 当天晚上回到家 兴奋的迈克 带着自己早已承诺的礼物送给了孩子们 还特意为妻子准备了 他渴望已久的名牌包包 对此 妻子特意提醒迈克 让他不要忘了明天的约定 迈克对此却一脸茫然 妻子耐心地跟他解释 原来是迈克跳过的家庭聚餐室所答应的 并且还说了为父亲准备生日礼物 虽然迈克强装镇定 但等妻子离开 他立马就拨通莫迪的电话 不成小莫迪竟直接敲响自家门领 他向迈克解释 如果使用快计 那么那段时间迈克不会有任何记忆 但是周围的人却不会感知到迈克的异常 临走时 莫迪劝告迈克 不要一味地依赖遥控器 多参与到家人的生活中去 了解清楚的迈克不以为意 当晚就搂着自己漂亮的妻子 缓缓睡去 第二天来到公司 原以为会收到自己加薪升职的通稿 没成想 却被告知暂时不能实现 忍无可忍的迈克 当即就对着领导按下了暂停键 对着这张伪善的笑脸 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觉得还不过瘾的迈克 直接爬上桌子 屁股一抬直接对着上子 迈克觉得十分舒畅 而妻子也得知迈克并没有升职 便决定退掉迈克为他买的礼物 但这可不是迈克想看到的 于是 他决定快进到自己成功升职的那天 不成想 这一瞬间就是一年多之后 你想拥有这样一个遥控器吗 生病难受睡不着的时候 直接快进到痊愈 确保自己的睡眠质量 路上嫌弃别人太吵 直接给他来的暂停 嫌弃自己现在工资低 那就直接一键跳跃到 升职加薪的那一天 男人迈克不仅拥有这样一个神奇的遥控器 而且也让自己来到了升职的那天 刚参加完自己升职宴会的迈克 回到家里却发现一切都变了痒 这一年多的精力他都没有印象 而且因为他频繁的使用 遥控器竟然自动保存了他的操作 现在无需迈克操作 他就会自动加速时间 看着自己的儿女飞快的成长 迈克慌了 但无论怎么尝试 遥控器最后都会完好无损地回到自己手中 下一秒 迈克知道自己有快进了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直接就是十年 虽然他事业非常成功 但是自己变得又老又胖 回到家发现儿子也是一个大胖子 女儿也变成了一个小太妹 更让迈克绝望的是 妻子竟然成了前妻 明明对于自己只是一眨眼的工作 可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迈克恐慌了 他连忙找到遥控器 想要回到开始的时候 看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迈克再一次跨越了时间 还是快进 这时的妻子早已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而自己的父母也因为时间的流逝 永远地沉睡在了过去 迈克无法接受这个节目 他拿出遥控器 开始回退道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 当时的自己为了工作 并没有察觉到父亲 父亲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临走时留下一句 迈克崩溃了 他痛恨自己为了工作 却舍弃了自己最爱的家人 场景再次不受控制的变化 而女的婚礼 以及勾搂着背的母亲 迈克一口气缓不上来 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他知道儿子为了工作 决定放弃度蜜月的时间 他不想看到儿子变得跟自己一样 连忙追了出去 但因为身体已经不堪重 迈克摔倒在了雨夜当中 他躺在家人的怀里 用尽最后的力气 告诉他们 家庭为重 最后便留在了那个雨夜 当迈克再次苏醒时 却发现自己正在当初 那个家居店的床上 原来 这一切都是一个真实的梦境